听得见 听得见 好 感谢主 这个我刚才这眼镜找不着了 你看刚才我眼镜戴好好的 我就在这看看 我刚才一忙 我找不着了 没关系了 我今天就这么给大家讲 好 定位准备主日平安 感谢神我们在网络上见面 我记得 前一段时间 不久前 我在北卡 还有一个布道会 讲到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怎么要依靠主 因为主是我们的 磐石山寨 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 今天呢 为什么我跟大家要分享亚伯拉罕呢 因为我们最近呢 我在做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 我们已经做了第九次了 每次三个小时 我们连续第九次了 我们准备做十五次 这个每个礼拜六 我们曾经有一个星期 从一二到六 六天连续的训练 每天三个小时 然后我们在训练 那这个我的训练主要是 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神医学 那我最近呢 我的写本书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神学 那为什么我要强调亚伯拉罕呢 他这个 他这个简选 还有神对他的呼召 以及他得地位业 以及他更美的家乡的盼望 那这个就是我们 跟我们中国大陆来到海外的这些 弟兄姊妹是我们特别要学习的 跟我们很像 因为亚伯拉罕呢 是第一代移民 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是第一代移民吧 那么这个 来到美国 我们从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亚伯拉罕离开加利利乌尔 来到了加南美帝 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像 那亚伯拉罕一生的 他一生走过的道路 他生命的轨迹 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 如果你越早认识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祝福 那么你和你的后代 那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不认识亚伯拉罕 这个他走的这个信心之路 和他这个移民之路 那我们可能会走很多很多的弯路 所以为了 我就为了我们海外华人教会的建立 我觉得这个亚伯拉罕 这个他这个迁移 他这个蒙昭的离开 他的蒙福和祝福 他的迁移和祝坛 以及最后他对更美家乡的盼望 从信心中来的 更美家乡的盼望 我觉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我们今天刚才 我们这个有弟兄读了这个经文了 读了我们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到十二章我们看到 那个时候 从那个巴别塔之后 分散了这个语言之后 那神就开始要拣选一个人 那么我们知道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跟人有约 跟人有约 那这个约呢 我们也知道是在亚当之约 可是呢 因为人的自由意志 因着撒旦魔鬼进入到 人的自由意志里边 这个自由意志 没有被圣灵来掌管 那就会犯错 所以人类呢 就在试探中失败了 那在试探中失败了 我们看到这个神就要拣选一个人 要恢复与神的关系 那亚伯拉罕的拣选 是神恢复的开始 那亚伯拉罕这个人 非常特别的圣经历史的 也在我们信仰的历史上 非常的特别 我们知道这个 当你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 就会读到第一句话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救恩史 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 弟兄怎么要了解 所以我们要认识亚伯拉罕这个人 所以我们刚才读了 十二章一开始 就是神对他的呼召 那我今天呢 从四点来分享 其实三点 后面加一个结论和应用 其实我就把它作为四点了 我们从这四点来看 看亚伯拉罕神 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那我这个 我们在这次的门徒训练中呢 我们训练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在疫情的期间怎么样 更好的聚会 那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越发严重 按照哈尔夫大学的那个报告来说 这个疫情呢 不是说天一热就结束了 也不是说疫苗出来了 我们就解决了 解决不了 那么多么严重呢 哈尔夫大学的报告说 这个疫情会伴随着人类到地老天荒 那这个 这个是 危言耸听吗 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人类 从有人类历史以来 一直在跟这个瘟疫来斗争 没有一次人类是胜的 对吧 人类都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最近读启示录也看到了 那四匹马 白马 红马 白马是 这个象征着契约 红马是象征着战争 契约不行就打仗 打仗完了就带来饥荒 黑马 黑马完带灰马 就是瘟疫 死亡 那么死亡多少呢 那个 这个前四印说 死了四分之一的人 如果现在人类要死 四分之一的人 大概要达到十五亿 十五亿多 这样的人要离开这个世界死亡 这还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那还有第五印 第六印 第七印 第七印带出第七号 第七号推出第七个瓦 那七个瓦一出来了 人类就毁灭了 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信主 那你就惨了 真惨了 这个所以现在有时候给你传福音 福音福音 你要不听不接受 那就是福音 就告诉你 祸来了 灾祸要来临了 这是人类的一个 非常的可怜的境地 但是 但是上帝预备了救恩 上帝拣选了我们 所以在这个瘟疫的期间 我们特别需要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爱 上帝的安慰 从神来的平安 这个特别需要 弟兄姊妹 如果你没有从神来的平安 我相信这几个月 你都快崩溃了 很多的人崩溃 很多的人崩溃 我最近在给他们 美国一个广电台做节目 我这个查了很多的事例 休士顿呢 有一天的调查说 休士顿的一天 一天 这个是 交通事故零 这个交通事故是零 什么这个 这个很多的 这个案件都来自夫妻吵架 一天有八万个夫妻来报警 吵架 这个是个案件 所以现在你会看到 这个疫情 如果你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你没有祖父崇拜 你没有圣灵的存在 你没有弟兄姊妹的关系 我觉得是蛮可怜的 真的是很可怜的 感谢神 所以我进入到疫情期间 我们教会发生了调整 我们从二月底 我们是北美第一间 华人教会 走入网络崇拜的 因为我们有基础 因为过去我们这个教会的网络 就每个主日崇拜 我们都直播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开始一点都不难 然后我们就 在主日崇拜中 我们也通过路姆 在亚洲 我们的新加坡分堂 开始主日崇拜 那就好几百个电脑进去 那我们在海外呢 这个就上千的人参加 我们的空中的主日崇拜 在YouTube里面 我们就提供这样的主日崇拜 那这个 我们会发现呢 神在不同的时期 给教会的带领 是很奇特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了解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 那我们今天 在分享亚伯拉罕的 这个 他这个走过的足迹的时候呢 我觉得对我们 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借鉴 然后首先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 离开我们的家乡 来到美国 目的 就像希伯来书说的 需要一个更美的家乡 对不对 当然 我们需要更美的家乡 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呢 有这个更好的教育 我们希望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恐惧和 专制的统治中 我们也需要学到更多的这个技术 或者是 这个 学业 在科学上有所造诣 这个美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对我来说 我来到美国 是我躲避一个这个追捕 那对我来说 美国是我的逃城 大家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了解圣经里边 出埃及记里边有啊 这个民数记里边有啊 约束亚记也有啊 都讲掉逃城 神那时候给犯错的人 犯罪的人有六个逃城 在约旦河的左边三个 右边三个 那这些逃城 不管你犯了什么罪 你甚至杀了人了 你过去的时候 你都可以逃出去的 就没有人来追捕你 所以对我来说 美国是我的逃城 但是当我逃到这个地方 我更深的认识神 我突然发现 原来我来美国是一个呼召 是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呢 对我 对你 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都是一样的 神有呼召给我们 这个呼召 英文叫call calling 当这个calling 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回应 我们现在看 首先 神呼召 亚伯拉罕 我今天题目就是 拣选一呼召 我们知道拣选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在基督里被拣选的 这个在以福所书第四章 第一章第四节 说我们是在创世之初 在基督里被拣选的 所以可能你不知道 你的位分 你的基督里的位分 但是你要了解 你是被拣选的 那我也是被拣选的 那神的拣选 我们是在创世之初 是在人类 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神就知道我们 那我们就被拣选 可是我们的呼召呢 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不同的境遇的时候 亚伯拉罕蒙呼召的时候 多大年纪呢 已经75岁了 对不对 那我们呼召的时候 有的你们25岁 35岁 45岁 55岁 大概不同的年龄 我们被呼召 对不对 那当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有回应呼召 所以我今天 我从四个角度来讲呼召 第一个就是呼召的挑战 呼召是有挑战的 呼召你要离开的 你离开哪里呢 我们来看圣经 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我们第一节看到 耶华对亚伯拉恩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亡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这是第一个呼召 这个呼召带来离开 那么他让这个离开是个动词 所以神呼召亚伯拉 亚伯拉恩 他还不叫亚伯拉罕 为什么不叫亚伯拉罕呢 汉是君王的意思 大家了解啊 神后来告诉他 你叫亚伯拉罕 这个你是个大汉 那你这个汉呢 是不仅要管一个国家 要管很多的国家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这个后来我们慢慢来 再分享 那这个呼召呢 这个其实呢 这个是两层意思 第一个 神呼召他离开 离开哪里呢 第一个是本地 本族富家 那这个三个地方 本地 那是加勒底的沃尔 本族 他是原有的 陕族 富家 那是离开他父亲 哈兰的家 他要往一个新的地方去 今天我们蒙昭 离开中国大陆 离开我们自己的文化 离开共产党的文化 共产主义的糟博的文化 那么那些斗争的哲学的文化 进入到一个爱子的国度 然后呢 离开我们过去 以为我们的祖国 那我们今天要离开 来到一个新的国家 叫美国 这是第一个层次 是指地域上的离开 或者第二个层次 是指我们离开地上的 这个 这个有限的国度 我们进入到上帝爱子的无限的国度 就是我们这些中国人 跟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家 我们来到了这个美国 我们这是第一个离开 第二个离开 是我们离开了地上 我们有了天上的身份 因为圣经说 我们是 这个 天国的公民 正在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 所以就看到说 我们这一批人 神拣选我们 不仅要离开中国 而且还要离开地上 所以我们有两个家 一个是地上的 是寄居的 暂时的 每个人 谁敢说 我永远活着不死 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 对吧 所以我们都暂时的 而且我们活一天 就离死亡这一天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 让我们离开 这个地上的寄居之地 往哪里去呢 往永恒的家乡 那是更美的家乡 希伯拉罗说 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 那这个基督徒 我们有两个离开 离开故国 离开地上 回到天家 所以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我们得到了 美国的possible 第二我们得到 天国的possible 这两个身份 这个在 为什么我们海外教会 我特别强调 这个教会的 这个 这个 家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的天上 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那个更美的家 谁都夺不走的 谁都夺不走的 那么在加勒泰书中 也讲到这个离开 是带有信心的 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也离开不了 对吧 你信主需要信心 你来美国需要信心 那你结婚也需要信心 你生孩子也需要信心 这个人要在信心中度过的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就像那个船没有舵 没有帆 那有信心的人 就是船有舵 有帆 有方向 那么这个是 不同的人生 所以亚伯拉罕呢 信神 神算他为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我们是算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我们当时 耶稣的门徒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不对 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 就是那是死人复活 是无便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就如经让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这罗马书讲到了亚伯拉罕的蒙着 亚伯拉罕这个伟大的人物呢 需要我们从具体的了解 了解 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是容易吗 也不容易 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 他原来住在这个加利底的乌尔 就是这个 又发拉底和迪格里斯和那个流域 现在是 这个伊拉克的附近 那个时候是了不得的地方 那这个古巴比伦 繁华的地方 但是那是多神的文化 什么都拜 据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做偶像的 原来这个哈兰的工作就是造偶像 卖钱 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祖先很会赚钱的 这个 他卖偶像 后来据说亚伯拉罕有一天回来 因为亚伯拉罕为什么神呼召他呢 他就对这位义神 这位耶华 他有个特别的敬畏 那么 那个时候神还没有用 鸭尾这个名称向世人显现 第一个向亚伯拉罕先 那么他就特别的期待 所以亚伯拉罕回家把那个偶像全砸碎了 砸碎了 他爹就说 你怎么把偶像砸碎了 他说没有啊 不是我砸的 他们自己打自己 都把自己打死了 他爹说你胡说 这个偶像怎么会打自己 他是死的 亚伯拉罕对呀 他死的你为什么拜他呢 他既然是死的 所以我们要敬拜一个活的神 那么跟我们有关系的 后来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 让他离开 但是这是一个故事啊 那么 圣经告诉我们 当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 他带有多大的挑战呢 第一个 年纪很大了 75岁了 按道理说 75岁的人都不愿搬家了 对吧 现在不要说75岁 你像在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 你如果40岁以后移民呢 那你就 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啊 如果你是十几岁移民呢 那就比较好 那个你语言上啊 文化上啊 很快的能够进入这个新的国家 但是我们这个年纪大的移民 我讲过说我们这个年纪大的移民 来到美国 就像那西红柿 已经都开花结果了 你再把它移秧 那就得缓秧 就得缓好长时间 缓不好就死了 你知道吗 所以移民生活非常艰难 这个我们能理解 所以呢 我们看到说这个移民带来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 第二个第一个是本地 第二是本族 本族有本族的生活习惯 有本族的语言 有本族的关系 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特别懂得我们中国人靠关系 在中国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通过关系找人呐 走个后门上 我们就解决了 来到美国 突然发现全废了 这个挑战特别大 对不对 我们在美国 我们遇到问题 如果你被人家告了 你去找什么关系 法官不会因为你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很多中国人为了这个关系犯罪 我们乱急前段抓了个议员 这美国的议员在家里搜出了几十万美金的现金 然后那现金都放在这个红包里边 那红包都写的福 春节快乐 都是中文 你看中国人来到美国 把我们的加勒底乌尔的这些坏的习惯就带到美国来了 腐蚀美国的官员 对不对 那现在有很多办身份 办这个 也办假的 对不对 很多的 说是我们是基督徒 办这个宗教避难 很多的假的基督徒 他真信主吗 我们教会每一天都有人来去 让我们受洗给办 后来我们就发现很多是 这个办完了以后 我们特别难过的 有的 有一个人在我们纽约的分堂 他拿到了 他通过 这个 基督教的避难 拿到了绿卡 拿到那一天 他对我们的长老说 我不信主 我信佛 然后就走了 这个长老气得直哭 给我打电话 你看到这种事情 这个文化的 真的是这种 骚博的东西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边 不离开是不行的 真的必须离开 否则在美国他无法生活 那这个人呢 已经被告了 那长老就告了他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告他 这个人两点 第一个 他骗了上帝 他说他信上帝 他说他信佛 不信上帝 他骗了上帝 不得永生 第二个 他骗了移民局 他做的事情是 他是通过基督教做的避难 但是他却说他信佛 这是假的 所以移民局 你当驱逐出境给他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这些中国人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言行 我们必须改变 如果不改变 我们无法在这国家正常的生活 正常生活 所以很多人来到美国 我们看的都是微信 我们看的都是这个CCTV 我们这个不去了解新的国家 不去了解这个新的国家的 它的优良的地方 和我们如何在这国家 我们建立家世 建立家族 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个 亚伯拉的家族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说 我们要离开不容易的 还有我们的富家 就是我们的家乡 家乡 这个不容易的 但是呢 必须离开 就像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从一个目到有成为基督徒 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 除了礼拜天 参加个祖拜 回到家里 我们基本还是 我们原来的生活方式 我们吃中国饭 说中国话 然后呢 我们讨论到中国的问题 我们基本不太关心 我们新的居住的地方 这个完全错误 完全错误 你越早的来适应 这个主流社会的生活 你越能够在这个社会中 能够做出你该有的贡献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看耶稣说 耶稣说什么呢 那个有路加福音九章 有人对主说 主啊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慈悲 我家里的人 主耶稣说 守抚着礼 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的国 甚至有一个人回去说 我先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来传扬神国的 神的国度 神的福音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主耶稣告诉我们 是我们要离开 离开世俗的引诱 离开情欲的诱惑 活出圣洁的生活 进入到基督的丰富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亚伯拉罕做到了 他离开了 离开了加利底的乌尔 他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圣经说往哪里去 他真的不知道 那你还知道 你知道你去北卡 对不对 那我知道我来到美国 神把我带到哪里 我就跟随 我一搬的到哪里去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为什么去 我也知道神为什么让我去 第二点我们看到 呼召带来的应许 就是祝福 我们知道呼召有挑战 那么需要回应 这个回应需要信心 对不对 那么呼召呢 也带来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祝福 如果你不离开 这个祝福就没了 对吧 那我们离开了 我们离开了中国 来到美国 我们得到这个 一个自由的国家 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离开我们地上的 世俗的国度 我们来到天上的国度 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得到天上永远的基业 这个我们有从天上来的祝福 所以耶稣 你跟从我的 我让你今日得百倍的祝福 来日得永远的生命 我帮他亚伯拉罕也是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的经文 第十二章的第二节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第二节 那么第三节说 第二节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第三节说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蒙福 你看到这 这个真是感谢神 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呼召 他离开了 神就给他一个 这样最美的应许 首先第一点 亚伯拉罕 从第二个呼召的应许中看 第一个 他要成为大国 那么成大国 大国是有条件的 第五子命 你们知道一个国家 需要哪些条件吗 才成为一个国吗 第一要土地 对吧 不管你大小 像中国 美国 俄罗斯 很大的土地 那也有小的 对吧 像这个 像什么 斐济 这些 这些小小的岛国 太平洋岛国 也有小的 那么不管你大小 你得有土地 第一个条件 没有土地 怎么可以 这个成为大国呢 所以亚伯拉罕 没有土地呀 他是属于盲流 从加勒比的乌尔离开 来到加拿大地 没有一块地是他的 对吧 没有土地 所以他成为大国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个 还有呢 这个人民 这个亚伯拉罕没有孩子 他离开加利利的时候 75岁 他的这个妻子 萨莱没有生育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带着他的侄子 罗德 他以为罗德就是他的 承受产业的人 所以是他侄子 结果没有想到 跟罗德 发生了冲突 那最后罗德就离开了他 往索多玛 俄莫拉走去了 那亚伯拉罕就往山上去了 所以他的这个梦也没 后来他就 这个用人的方法 又取了夏甲 就是他这个妻子的奴婢 这个夏甲呢 为了生了一个儿子 叫以什玛利 那这以什玛利 亚伯拉罕就 哎 这以什玛利就是了 就是那个承受大国的人 但是上帝说不是 对吧 所以你看用人的方法 就不是 只有神的方法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亚伯拉罕生了这个 这个这个 以什玛利的时候 以什玛利到了13岁的时候 神让萨莱生育了 那这个萨莱生育 生了以萨 所以以萨被称为英雄之子 对吧 那以什玛利 一个13岁 13岁在美国叫什么 叫听那阵 听那阵的孩子 是最难弄的 对吧 一个听那阵的孩子 什么都懂了 他知道从小到大 他的父亲 有很多的产业了 那都是他的 突然间生一个小 小的 他没了 而且那个是 祖母生的 他是从树出来的 所以那你 他怎么可能 承受产业呢 所以这个 这个矛盾就大了 对吧 但是呢 神就祝福了亚伯拉罕 你看 当然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时候 神就把他 在创纪的第15章第5节 神就把他领到了外边 说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 能输得过来吗 亚伯拉罕说 数不过来 那神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我这样一个应许 亚伯拉罕会信吗 那我是不会信 但亚伯拉罕会信 亚伯拉罕就信了 这对亚伯拉罕的伟大之处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对上帝的话是全然的信 不管从理智上 或者从理性上来说 我们有多么的 不能同意上帝对他讲的话 但是他全然的信 这就是他蒙福的一个原因 所以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 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的 那么他在这信心中不断的成长 所以呢 他后来这个生了这个应许之子 应许之子 可是生了应许之子呢 孩子又长大了 也十三四岁的时候 这个神就呼召他了 又到了这个长大了 好年纪了 神说你把这孩子献给我 把他献为凡记 弟兄姊妹 我们信主一段时间 他说什么叫凡记啊 旧约里边呢 利贝记有一个凡记 这个凡记就是要把活的生猪杀了 把一个牛比如说崽了 然后呢 把他放血 扒皮 切成筷子 陷到祭坛上烧 烧光了 这叫凡记 那把你儿子献凡记 你会干吗 那我肯定不干 我就觉得神啊 这绝对不是你的意思 对不对 这肯定是撒旦对我说的 什么为神的意思呢 亚伯拉罕他就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他就知道是神的意思 所以呢 他就 亚伯拉罕就 献上了 就把自己的儿子献上 献上了以后呢 当他走到那里的时候 他凭着细心 我就回想到那段经文 特别有意思 这个 以撒呢 这个孩子有点老实 有点傻 要我早跑 要我一看 要不我献凡记 我肯定亚伯拉罕跑不过我嘛 我是听那这儿的孩子 我跑得快 他都老了 他怎么能追上我 这个童子 这个很傻的 背着柴 他还问他爹 说爹啊 你这个 这个柴有了 他背着的 那凡义生在哪呢 那凡义生就他嘛 他哪知道啊 对吧 然后亚伯拉罕就说 神会有预备的 你不用担心 这个叫一华一乐 神会有预备的 然后呢 好了 到那地方呢 拿起刀刚要砍 这个 这个天使就对他讲话了 说不要碰你个童子 然后你就 我知道了你的信心 对我全 你什么都可以给我的 好了 经过了这个试验 亚伯拉罕的试验 这个多大的信心呢 这个信心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这是从神来的一个信心 好了 这个神就为预备一个羔羊 在旁边 那就把这个公羊就献上了 就代替了以萨 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耶华以乐 就是神有预备 神有很多的名字 耶华以乐 耶华拉法 耶华尼西 这个都是指神的一个特性 耶华拉法是指神的医治 耶华以乐指神的预备 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 往往来到美国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的神又没有预备 我们这个神是耶华以乐的神 祝福我们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 从神那里来 他是很单纯的 很单纯的 他这个信心 所以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 定用准备 我们需要信心的 我们需要对神有权认的信靠 因为相信神 一切的美善都来自于神 来自于神的话语里边呢 都是美善 这个 所以定用准备 对神不能有怀疑 要全然的信靠 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要信靠这位神 我们相信 他把我们带出中国的 不是我们自己想来的 我当年 我来跑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我自己想跑出来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是神的一步一步引导 这个不是我自己想跑出来的 好 感谢神 那我们看第三点呼召的里程 在这个第三点之前 我还补充一点 亚伯拉罕不仅自己蒙受祝福 还成为别人的祝福 对圣经怎么说 我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亚伯拉罕从他一个人 领受了呼召 他回应了呼召 他得到了应许 他成为大国了 对不对 大家说以色列不大呀 但是你要想到 耶稣基督的国度有多大 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国 亚伯拉罕从那一个人 生了以撒 以撒生了雅各 亚瑟生了十二个支派 然后以色列呢 有了这个土地 迦南地 上帝赏赐给他们了 这个地是神给他们的 神给他和他的后裔的 亚伯拉罕神给他 以及他的后裔 那么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个支派 然后犹大 这个生了这个 塔玛 生了谢拉 和法勒斯 然后呢 这个法勒斯 又往下生生生生生生 生到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么今天 全世界信靠 耶稣基督的人 被称为真以色列人 是承受产业的 那这些人 有多少呢 有二十多亿 现在就我们活着的 就二十多亿 从两千年来 这个无数的 离开这个世界的 数像天人的星一样 海边的沙一样 数都数不过来 所以你会看到说 上帝的这个儿女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的这个是个大国 大国 耶稣说 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 地上的国都会过去 都会过去 我有上帝的国 永远不会过去 所以我们做上帝儿女 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也成为大国 对不对 这是在大国里面 感谢神 那么我们看到说 他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这个成为大国以后 耶稣基督成为所有人的祝福 成为人类的祝福 人类的希望 对吧 感谢神 所以亚伯拉罕你看 他祝福了 他不仅祝福了以色列人 他也通过这个民族 神的儿子 在这个民族中诞生 祝福了我们全人类的人 所以感谢主 那亚伯拉罕第三个 就是呼召的里程 他在呼召的里程 他怎么做的呢 他走这个 移民的道路 就是猪坛 猪坛 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一段经文 这个耶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 为他显现的耶华 主一个坛 这第一个坛 这个十二章的第七节 亚伯拉罕第一次诸坛 然后呢 第八节说 从那里他又迁到 伯特利 东边的山 这大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又为 耶华筑了一座坛 这个第二座坛了 求告耶华的名 神祝福于他 说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因你蒙福 那我们看到这个竹坛啊 这个竹坛非常的特别啊 亚伯拉罕这个竹坛代表什么 这个坛呢 在当时代表敬拜上帝的地方 这第一个他的特性 是敬拜 第二个呢 是感恩 是感恩 就是亚伯拉罕走到哪里 都向神 向上感恩 那么第三是奉献 奉献 这个坛呢 也是他把自己的一切的得到的恩典 奉献给神的地方 所以今天这个坛 预表我们地上的教会 所以我们移民呢 走到哪里就要建教会 这个建教会 有敬拜神的地方 有奉献给神 传福音啊 这个让神使用我们的地方 还有敬拜他的地方 还有感恩的地方 所以这个坛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在海外的移民教会 其实就是一个坛 每一个教会都是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这种家庭式的教会 疫情来了 我们无法的大的教会 现在我们这个教堂 这个 我们买了一个四个acre的教堂 能做500多人的 有25000尺的建筑面积 我们四年前买下来了 那我们这个 我来到美国开拓风中华教会以后 我是2003年开拓风中华教会 到现在我们开了十几天教会 十几天教会建了三个教堂 三个 这三个教堂 一个在华盛顿DC 一个是在这个新加坡 一个是在这个洛杉矶 这三个地方 我建了三个教堂 这教堂啊 每个都是200万左右 美金 那我们这个就更大了 这个是300多万 那这个花了很多钱 那现在疫情期间 你知道教堂是最浪费的 教堂最浪费 一个礼拜就用一回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半年都没用一回 现在疫情期间 除了我每天去 我也不是每天了 一个礼拜我去几回 万一漏雨了 怎么办 小偷来了怎么办 那我们这个牧师得轮流去看一看 对吧 我们还在那要开教堂会议 那这个我们礼拜天还在那里要讲道 所以就去这么几回 我讲到对着空椅子讲啊 这个根本就没人啊 所以刚开始也不习惯了 讲不好 就对着个镜头自己讲的 讲讲不知道讲什么了 讲讲自己也不知道讲哪去了 所以这个就慢慢的习惯 所以我们现在做门路训练 我们就是要 不是以教堂为中心 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要以家庭为地方 所以要建立以家为中心的 耶稣基督的教会 就回到基督和使徒的时代 他们当年怎么建的教会 你看这些教会才有生命力 家里的教会才有生命力 那教堂的教会呢 生命力不大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过去有一段时间呢 海外的华人教会 向韩国学习 向新加坡学习 学来学去 其实就想做超大型的教会 可是弟兄姊妹 你们看这超大型教会问题多多 没有一间大型的教会 不闹事 不闹分裂 这个长老之间 同工之间 这个同工就变成同工 攻击的工 这个太可怕了 而且我最近做教会的研究 这个教会有几种模式 那个印度的美国的宣教是叫马盖文 他有个教会叫增长学 我教过这个教会增长学 我在南美的巴西的神院 我曾经给他们讲了一个月的教会增长学 这个增长学的观念就是 这个教会有几种增长方法 一个是从不信主人带到基督来 一个是自己生的带到基督来 这是 这个还有一种转会的 大概三种方法 可是你看到美国的超大型教会 是什么样的 大多数都是转会的 转会的 很少从世界把人带到基督里边的 大多都从别的教会来了 为什么超大教会 超大型教育这个特点呢 他有教堂啊 很漂亮 他有教堂就能做service 他有青少年啊 儿童啊 老人啊 英文班啊 什么插花班啊 他什么都有 能满足很多人的需要 所以人们就来教会 那来教会 甚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可是呢 神的国度没有增长啊 你还是那么多人啊 对不对 而且很多小的教会就被大教会击垮了 击垮了 这个是不是圣经的原则 小的教会是荣耀主任牧师的名 大的教会是荣耀主任牧师的名 小的教会是荣耀基督的名 你听了一个家庭教会 你知道是谁的教会吗 你不知道吗 你真的说是基督的教会 但你一说某某教会 那主任牧师的名字就出来了 所以听怎么讲 说丰若华基督教会 他说的张伯丽牧师 这个我都是常常在神的面前 我说主啊 怜悯我怜悯我 赦免我好久遮盖我 感谢神 这一切都是神的 荣耀是上帝的 不是我们的 对 可是我们虽然这样讲 可是影响出去啊 你知道吗 但是神的国度有增长吗 不一定 我们教会是传福音的 我们教会洛杉矶 每一年我们受洗一百多人 我们带人信主 觉知的就几百人 我们每一年 我们通过网络 带几万人信主 几万人信主 那是感谢神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教会的第一个 意下就是传扬福音 传扬耶稣基督 传扬福音 如果不传扬福音 教会意义在哪里呢 对吧 所以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教会呢 我们就开始建造家庭教会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了 我们的神学院 我们这个丰收 这个叫华夏福音神学院 这个神学院就是要建 家庭教会的 训练的小牧者 用半年的一年的时间 有一个安提阿的课程 证书科 把他们训练完 训练完以后 他们就可以三五个家庭 开一个教会 这个三五个家庭的教会 就是初代教会的模式 他们在店里 也在家中摆饼 那在店里我们就通过网络 有一个空中的崇拜 我管这个怪观念 叫做中央厨房 这个中央厨房 因为我们教会最难的 就是service 主日的崇拜 一个小教会 做主日崇拜是最累的 我从小做起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 我们是十几个人 我们到新加坡也十几个人 我们洛尔地也十几个人 现在我们都是几百人 教堂也买了 那当时都很小 很小的时候就彼此相爱 用家庭 然后有生命力 那这些小的关系也很好 而且这个他们彼此来分享 所以你看石头先生 第二章说 他们彼此交接掰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 用饭赞美神 得忠明喜爱 神将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们 你看这个 现在我们教会 有没有神把得救人天天 嫁给我们呢 有的教会一年 都收习那么几个人 怎么会天天嫁给你 可是你到了小的教会 你看到天天的有信任来 我们现在做幸福小组 我们做这个家庭教会 以后我们这个大的教会 不再追求大 我们把大的教会 拆成很多的小教会 我们就一个礼拜的一个 salvation 主日崇拜 那我们其他的时间 就是在家里边 家里边可以施洗 家里边可以圣餐 家里边可以彼此相爱 家里边可以带新朋友 带邻舍来 所以家里边才能是 传言福音 让这个教会 进入到家庭之中 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神院的这个一个理念 就是要在世界各地 建立这种家教会 以家为核心的教会 初代教会 使徒和基督的时期的教会 全是以家里的 你看到 那个时候他们在殿里 后来被犹太人赶出来了 犹太人不让他们在殿里 东斯利凡 使徒宣传第七章 斯利凡训道以后 就没有了 他们就不能在殿里聚会了 不能跟犹太人的会堂里聚会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只能在家里 在家里 你看到 这个 保罗出去宣教 一个一个家 一个家打开 对吧 第一次宣教到居比鲁 第二次宣教到小雅西亚 第三次宣教就到了 这个菲利比 到了这个欧洲 到了欧洲 建了一个驴底亚 这驴底亚就打开了自己的家 对不对 驴底亚是欧洲第一个基督徒 就那个卖紫色不皮的人 他打开了自己的家 他也打开了 我有一次讲到 我说他打开了三个门 一个自己的家 新门 接受耶稣 第二打自己的家门 开始聚会 建立教会 第三个 他打开了欧洲大门 他是欧洲第一间教会 家庭教会 初代的教会 可是这个家庭教会 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或者有多大的爆炸力呢 第一 他可以抵制疫情的蔓延 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聚会不能超过十个人呢 现在洛亚地你十个人以上就不行了 十个人以下可以啊 OK 那大家觉得我没有被传染量体温 那三五个家庭可以在一起啊 聚餐啊 敬拜啊 那但是他们不能够做service的办法 我们提供一个空中的主食崇拜 就叫中央厨房 他礼拜天 他跟我们有属灵的连接 然后呢 来参加我们的主食崇拜 然后呢 平时他们礼拜天 跟我们崇拜完了 他们晚上就可以一起聚餐 分享 刚才牧师讲到的信息 然后彼此带导 讲到我们在疫情中的需要 这个 还有在疫情中的一些的忧愁 中担大家彼此带到 然后孩子们可以在一起玩 那不很好吗 如果在疫情期间 如果没有家庭教会的模式和空中崇拜 很难突破 很多教会就没了 现在很多小教会就不见了 因为他们做不了 做不了 所以我们需要 这个上帝这种智慧 第二个 他们也可以突破专制政府的逼迫 现在在中国大陆 你还能够再公开聚会吗 家庭教会几乎不可以了 王毅被判了九年 对不对 那个北京的守望啊 西安啊 四川的秋雨之福啊 没有家庭教会的存在了 没有了 几乎不可能 但是呢 前几天我在北京的一个教会讲到 来了多少人呢 来了4700多个教组 4700多个全国 小组 一个小组十了个人 一个电脑 一个大便室 参加聚会 数不过来有多少人呢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 神就使用了这个家庭教会 采取这种录目的方式 录目能用多久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神还会给我们开路 总是有方法的 但是这种家庭的 十几人的小教会 然后他们听完我讲到 他们就去讨论用餐 彼此相爱 感谢神啊 所以很多请朋友 那天我呼召 多少人去这我都不知道 主会场是1700多个电脑 那里边就大概有六七百人 觉知 那加上所有的加一起 不知道 没法统计的 就是一场布道会 还是不是布道会 就是主是崇拜 我就讲了以赴所书 第一 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第二章 以赴所的教会 我告诉大家要恢复起初的爱 彼此相爱 尤其在逼迫的时候 特别希望彼此相爱 所以你看到 哇 就很多人信主 不管你讲什么内容 只要你讲到耶稣基督 讲到他的爱 讲到他的救恩 讲到他的呼召 讲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 能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所以感谢神 所以我们就会成长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这个感谢神 所以亚伯拉罕 对我们做了榜样 所以亚伯拉罕 这个我们最后看到 亚伯拉罕珠坛 这个坛 我刚才说象征着教会 象征着教会 那么走到哪里 我们华人移民都要为主 主一个坛 建一个教会 不管大教会 叫教会 三两个家庭 就可以建一个教会 耶稣说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我就在你们中间 我们就可以建造 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这个一定会蒙神的 这个蒙神的祝福的 你会看到说 这个教会 保罗在关于教会观众 讲了四点 第一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表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第二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表示教会是圣洁的群体 是被分别出来的 从世界分别出来 第三 教会是敬拜神的殿 表示我们要住一个坛 要来敬拜神 第四 教会是基督族的家 所以我们做上帝儿女的 我们要有一个家 尤其移民 我们离开了自己的 本地本族富家 我们特别需要 在美国有一个家 这个家不仅是 我们的这个小家 还有一个属灵的家 这个属灵的家 就是主的教会 那这个教会呢 会引导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 也更深的来 加深与主的关系 也能够传扬福音 也能够建造我们的家 是用基督的观念 首要的原则 圣经的首要原则 来建造我们的夫妻关系 我们与儿女的关系 我们与公司老板的关系 我们与邻居 邻舍的关系 这个都在基督里面建造 那这些关系 都对我们新移民来说 特别的重要 好 感谢神 那我们看到最后 就是我们的呼召的回应 所以神呼召亚巴拉汉 亚巴拉汉回应 如果呼召神说 亚巴拉汉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知的地方去 那亚巴拉汉说 那地儿哪儿啊 你告诉我是北卡呀 是南卡呀 你不说清楚 我是不确的 这个我基本是这个样子 因为离开太难了 我们太熟悉的文化环境 语言环境 包括我们的关系环境 这个离开了我们很多人 就像一个水离开了 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了 我们很多人是要问 但亚巴拉汉因为 他与别人不同 就是他不问 他凭着信 他就跟随 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 比希伯来书对亚巴拉汉做了个总结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第十节说 亚巴拉汉因着信 这个蒙昭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将往将来要得地畏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个第八节 第九节 亚巴拉汉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那个应许之地做客 我们是客旅嘛 对吧 我们的地上是站实的 寄居的是客旅 然后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这就讲到帐篷 帐篷也是临时的 这个 这个 于那蒙 一个应许的以萨雅各一样 第十一节说 因为他等候他做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 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呢 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了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应接 又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 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是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成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呢 欢喜领受 允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 亚伯拉罕也是 因着他的信 承受了上帝给他所有的产业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呢 我们知道看到说 这个有人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跟亚伯拉罕没什么关系 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是炎黄 跟他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呢 成为上帝的儿女了 那就是 就是我们是真以色列人 圣经说 那些承受上帝产业的是真以色列人 那些 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不信耶稣 也不能得救 这很清楚的 因为 天上地下没有死亚 别的名字靠着得救 唯有耶稣基督 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耶稣基督 没人能活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可以回去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 被拣选的蒙福 感谢神 我们被拣选了 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 我们成为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在这个后裔 我们后裔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所以你看到彼得前书 在彼得前书一开始 彼得就讲了 彼得怎么说的 彼得说啊 这个愿送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到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在天上永远的基业 这个你一谈到基业 这以色列人就特别懂 那个天上的基业 天上的基业什么特点 跟地上基业不一样呢 地上你有房子 你有金钱 你有地上的这个地位权势影响 当你离开的世界全没有了 天上的是不能朽坏 不能貂蚕 不能玷污的 就是天上的永远的基业 地上的基业是战士的基业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就要追求那永远的基业 不会追求那个战士的基业 对不对 感谢神 那我们这个基业 我看到是上帝给他儿女的一个福分 上帝给儿女的 那么这个基业从哪里来呢 从耶稣基督来 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感谢主 所以今天我们 当我们分享亚伯拉罕这个道路的时候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学习 对我们的一个挑战 如果我们愿意回应亚伯拉罕 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 你愿意回应上帝的这个呼召 这个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今天也临到你 临到我们每一位 好 感谢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祷告 那如果在祷告之前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 你愿意信耶稣 你愿意得到这个永恒的基业 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这样的祝福 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愿意的话就写一 上次我们在北卡 从你们那里学到的 我现在我就一直在用这个方法 你就在留言部分写一就可以了 你就回应一下 如果你愿意说 我从现在开始 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生活 我要有信心的生活 我要诸坛建造主的教会 然后得上帝永远的基业 那你就写七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愿意你就写七 上帝必祝福你 我们来祷告天父 我们谢谢你 今天是主日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 因为你爱我们 你拣选了我们 像拣选亚伯拉罕一样 你爱我们 你呼召了我们 也像呼召亚伯拉罕一样 让我们回应你的爱 回应你的呼召 让我们一生一世 为你而活 因为我们可以向世界宣告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 我们是Akklesia 我们是你要主的坛 敬拜你的地方 让我们弟兄姊妹 彼此相爱 传扬福音 活出见证 主啊 能够建造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教会 向亚伯拉罕 也蒙受那永生的祝福 至于我和我的家 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们的家 和我们的千代万代 奔必蒙耶和华的同在 哈利路亚 祝福我们北卡的教会 祝福这些在基督里边 成长的儿女 让我们在基督里边 得永生的祝福 也得天上的基业 听我们的祷告 荣耀送难归给主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弟兄姊妹 今天信息到这里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好 我们谢谢张牧师 给我们的信息 拣选与护照 下面是我们的会用诗歌 我们一起来 来唱这首诗歌 简选 要讲这首诗歌 我是haric来 主对我说来跟从我 琵琶之中我忍受处 他有不照不肯放过 喜乐过命力既有助 在我的音质时 荣耀奔起江上欢呼 在我一路的岁日子 我在此处心奉献的祭祷 从此看过将我关联 祝你这全国是一个年 我最决定是回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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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蜂拥挤积极依旧 只是我心早有所处 让他们去尽力占有 祝我已寂寞的身边 在你为神用途 你一手掌握我的一切 是他全国用在心路 我在此处心奉献的祭祷 从此看过将我关联 祝你这全国是一个年 祝你这全国是一个年 我最决定是回照光 我最决定是回照光 你一人不能是两个族 要生又要世界上司 不是保留9世记住 想到只能荒废育一死 祝祢为我们是真爱 无悔爱的苦海 让我们真正向祢表白 为祢为了我们的爱 我在世主心奉献的期待 祝祢能活将我断练 祝祢借全国 谁已更远 我却却一世为将冠 这一生虽然看虽然无息的心 今世怕的眼睛与天 祝祢的笑容 使我安心 已经被承诺是万年 祝祢是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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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人 祝祢是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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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年 祝祢是万年 祝祢是万年 幸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哥伦多后书九章七章讲 个人要随本心所做定的 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因为见得乐意的人 是神说喜悦的 主我们真的是献上感恩的心 主我们谢谢 你为我们所付出的 唯有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也从此显明出来 主你赐给我们恩典 也赐给我们恩赐 主真的是让我们 把你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拿出来 作为顺功 求主你亲自的捷径 也亲自的预备 真的是让我们与永红 神国永红的时空有份 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 Sachs 国歌國家 該联系联系列 K月娥 士ág宇 K月娥 faut K月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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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三一颂完了以后 我们请张波利牧师为我们祝福大高 三一颂完了以后 张波利牧师 你打开你的麦克风 可以吧 来 我们接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人会天无上帝的同在 圣灵的感动和保守 伴孙们每位弟兄姊妹 从今时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阿们 不三 wrong 全部直丰 又进国 请忘年轮 伤双 星 kita 为赶 kommer